从球拍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说 抛你低抛 抛这么高最好 为什么我身体往下一压的感觉 铲出去 你看正好到 为什么这些人很多说肺板 因为你们往前的力量太多了 它就会这样 你们往前的瞬间往侧 沿着这条白线走 哎 沿着这条白线走 明白吗 大兄弟们 就是你们不要重往前 重往前就变成下拳了 还容易磕板 而且第一是容易磕板 速度起不来 一定是发球的瞬间飘出去 一定是想 我给大家发一个特别飘的 你看 特别飘这个球 我给大家说 不用发板头 板下边就行 板这就行 你看 这个感觉这就行 因为是这种摩擦 这种不推着走 你这下砍 砍的已经是挺转的了 有一点转了就 砍完以后挺转以后 然后你送那一下就很模糊 送那一下感觉别人以为是不转的 其实你砍那一下已经很转了 你不能解剖这么详细 大家都知道 陈峰老师说的很对 为什么有往前的这个力量 因为往前是有一点点摩擦 而且是撞出去的感觉 第二个往下铲 其实你要是没有假动作 没有铲一下 那可能就这个动作 你看你这样 为什么能发转发不快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动作你没合一起 对 你得合一起 合一起就是 他们两个就是 你看 你再往前飘 不行 转是转 但不快 你得往前飘 就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你也得多 就交上陈峰了 现在 但我交给我孩子 先交会陈老师 所以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发这个球 你们发好的情况下 你们再去发上选 就无敌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关键点 就是我们发下渊的时候 发下渊的瞬间 接住球的瞬间往前推 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就顺起来 放松 发力 放松 发力 这种感觉 好不好 兄弟们 学一招 咱不白学 把免费的关注点上 好不好 兄弟们 我现在就给大家 直拍 我给大家试一下 我给大家看 直拍是一样的 直拍是一样的 对 也是铲 直拍是更好发的 我给大家说 正常的情况下 直拍 直拍是更好发的 你看我发全是白边 所以我今天把绝招 交给大家 今天教大家急长球 因为急长球是让大家 得分的 明白了吧 所以给大家 首先啊 直 不管是直拍 横拍 我给大家再捋一下这个知识啊 直拍 横拍的第一点 首先是抛球 抛球不能抛高 这个球 不好合力 这一定是抛球 不能高于20公分 好吧 这是起义 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 一定不能是站平 或者站高 有一点点 往后 往前起伏的感觉 你看我 由后 往前压的感觉 一定是这种感觉 你看 这种感觉 明白了吗 第三 发力方向 右 大于前 或者是左手 左 大于前 就是 你这个方向 往侧的方向 大于往前的方向 发这个球 一定是往外 往外多一点 记住了吗 往侧 往侧多一点 这个发球 你踩好发 然后我们直拍接发球 接住球 也是在这一方面 在这 也是在这 横拍也一样 都在这 接住这个球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的机球点 这个球发出去 就像挤和铲出去的 挤和铲出去的 明白了吗 挤 这直板发的 真比横拍发的好 所以说给大家 你看 直线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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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基本的要点 就是这样 发下旋的时候 多铲 多铲出去的感觉 你看这个板形 甭管是直板 横板 都是有这个 侧铲的感觉 好不好 兄弟们 一定是有侧铲的感觉 一定 横板不会发了 所以说兄弟们 明白了没有 感谢大家的关注 亲爱的球友 小元不仅喜欢打球 也是个画家 有需要小动物 或者其他画的球友 可以私信我 价格公道 同走无期 是我的位置 以为谁替代 我会让你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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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